大家好,今天看到一新闻挺逗的 叫全女爬山团迷路 被男性旅友救下,倒打一耙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说最近有很多女性盈利的组织 他们主打女孩帮助女孩 这类的概念很多圈的人不知道 其实在女权主义者圈里还是比较明显的 简单来说,全都是女的 我们也不找男的,女生帮助女生 演示很多活动,还有像电影等等 现在豆瓣很多评分比较高的剧 你会发现都是没男主,都是女主和女主 总之这个活动,爬山,旅友 咱们这个组织叫他的山,女子爬着他 能看出来全是女生 说每名报名者收一两百块钱 然后组团爬野山 主办方提供路线领队和摄影师全程记录 其实挺多的,展现自我 我们女性也能活动非常好 没有男的,没有超男人 我们也能玩的非常开心 结果就出事了 有人贴出了自己的记录 全女团50人 早上集合出发,到山里11点 然后30多度高温开始爬 结果往返爬了几次 发现路线都错了 根本出不去 手机也没有信号 于是大家纷纷开始感到恐惧 不断的折返折返折返 结果回到原地发现已经下午4,5点钟了 那天可能慢慢的开始有点要黑了 还有人脚摆了什么的 我们就开始害怕,心态崩了,怕天黑走不出来 然后结果到晚上 那会儿八点多,天空开始闪电 然后也没有水喝 终于八点半,上了大巴 等下来了 中间不敢停歇 到家到22点才反惊 还有人说 第一次宾死的感觉 一度以为自己从山里出不来了 又留山上了 甚至一书都想好写给谁了 你看有人提到 后来怎么出来呢 说幸好走在后面的那对女生 在途中遇到了三名较为专业的徒步者 就是也是爬野山 两男一女 好心的给他们提供了烤串 还有饮水 一开始没水了 要带他们安全下坡 图中说工作人员在大巴上 在大巴车上服衍道歉 就是领队 一众女生经济失控 爆发冲突 然后大家平台上就开始挂他们 什么今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徒步 留下心理阴影等等 小奇的踏的山 你看照片拍也挺好看 你看这会儿心态很好 云暖风轻是不是 这个站着妹的腿还是可以的 当时组织之后还写呢 这个宣传语 一直都觉得女生跟女生在一起太美好了 徒步路营爬山 骑行都可以 说我们互相呢 帮助啊 不被束缚和定义 去做自由的风 结果后果就是在山上迷路了 结果呢 还倒打一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人问说 最后怎么是被路营大哥救了 救下来的 说路营大姐呢 也救一下呀 人说路营大姐是被救的 对还嘲讽 说你胡说 没有路营大姐 大哥姐妹们一样能凭意志力脱困 不需要男人 下礼拜还去 嘲讽太吃罗罗了 还说可能这个路营大哥呀 是弯的 也算极美 也算姐妹啊 提到嘛 说这个最后的在男性建议啊 建议队伍不要分开走 他分了几队嘛 说随后负责人呼吁大家跟着前队路线云路返回 说随后在两位男性帮助下 晚上7点50分开始下坡 全部队员成功下坡 然后呢 花了近40分钟 主领队承认 走错路线 道歉他都不诚恳 队员百大不满 情侣失控 队员呢 大声理论 毫无做错事的态度 随后负责人发言 出现了有事情冲我来 等说辞 导致队员呢 更加愤怒啊 这是他们的道歉的这个言论啊 这是引了重怒了啊 说我们的原则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保证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必须做到的 我们在做下山路线选择时 会基于对时间 体力 物资 路况的综合情况做决定 不会让大家落单 也不会让大家呀 与陌生人同行 更不会把大家 交给几个喝过酒的 陌生男性女友 就是看 这几个把他们带上山大哥 就是被他们还送他吃的 送他们串 送他们水 被他们叫做 几个喝过酒的 陌生男性女友 你看 这要是对自己救命恩人的态度 就这个态度 那评论说啊 说你口中喝过酒的 陌生男性女友 实际上是两个大哥 一个姐姐 他自动把姐姐给过滤掉了 生怕大家啊 不向着他说 就是他 你看 他这块其实什么意思呢 他在去操纵一个对立 他为了证明呢 为了减轻自己的过错和罪责 因为他最后他领队失误嘛 对不对 他只能呢 把一些人给献祭出来 献祭了谁呢 就是这两名 其实是三人啊 带着他们下山的 这另外一对旅友 因为里边有男性 他知道 他其实这个领队 他很精明 他非常精明 他知道 他的核心受众粉丝群 是对男性警惕 感到不安全 有敌视心态的 这么一群女生 所以他认为呢 这时候把这两个哥们啊 给献祭出来 能帮助自己呢 打造一个人设 就是我是保护你们安全的 我是真正关心你们安全的 但是说 这两名好心 带他们下山的男性旅友 他亏不亏啊 又送你们吃 又送你们喝 带你们下山 救你一条命 最后呢 我获得一个叫做 可能不安好心的 陌生的喝了酒的男性旅友 评论区嘛 就说啊 说三位旅友 如果当时没有出手相助 说你已经去采缝纫机了 就是去谋杀 说跟陌生 且帮了你一把的人呢 打这样的标签 你真是太厉害了 说这人 你看比如说 这人此时此刻 还要想试图啊 引起性别对立 就真的很有问题 根本就没有反思 就跟你说 为什么现在女权主义 包括男女矛盾这么厉害 那其实就是有很多人 在带这样的节奏 为什么呢 他们靠这个赚到钱 你说啊 你要是不搞这种 什么girl还不是girl 对吧 什么他的山啊 全女如何如何 对不对 我怎么赚钱呢 这帮女生 对不对 都去其他的更大众的 什么这种旅友团 直入此类的了 那我怎么把这帮消费者 给精准的啊 筛选出来 对那没有办法嘛 那我只能靠 打造一个对立 就是你们男的滚一边去 对吧 我们女生自己玩 哎对吧 那谁带着他们一起玩呢 我嘛 对吧 我就是领队 我就是来活动组织者 每人是200 对不对 这钱就我赚了 你看人说吧 看不下去了 先不说带错对的事 首先那几名陌生旅友 并不是纯男性 也有女性 你只提男性 是故意带偏吧 其次那几名陌生旅友 多次帮助咱们 我没有接受帮助 但是我见到了 他们把手机 借给我的姐妹打电话 我们是第一波下山的 当时早就没水了 他们烧了山泉水 给我们喝 问我们饿不饿 可以吃他们的食物 我没有吃也没有喝 你看但是还是比较警惕 还是比较警惕啊 就说哎呦 这陌生东西吃行不行啊 对吧 但是第一波 很多姐妹都喝了 他们准备的水 你看他们还是很警惕啊 就真真怕 哎呦 这陌生男的给我喝水 我靠 这陌生安全着想啊 在野外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啊 但是他也说了嘛 说看 说三十多度天气 大家一直暴走 很久没喝水了 喝成那一口啊 这个水是很及时的 他最后虽然没有亲眼见证 大家确实看到了一些嘛 他敌人讽刺啊 大家没死 你就算完成任务了 你可以甩锅了 你说貌似是你自己带错对 导致姑娘们呀 遇险 两男一女陌生人相助 侥幸这个没出人命 但被你这么一说呢 倒好像是陌生人呀 酒后劫持四五十个姑娘 你见勇为运勇不屈啊 才没有把姑娘们呢 交给喝醉酒的陌生男人啊 你这写作能力太强了 这小豆玩不错 无敌啊 确实无敌 有个姐妹总结能力超强 你说人家俩醉鬼 那爬山的啊 有人说啊 说人家大哥就是帮忙啊 你说这个 我们全女团 只是这个 希望全是女生的氛围 并不是艳男 所以领队呢 数次挑起性别对立 让路人啊 以为我们是一群艳男的女权 女孩子明明是受害者 还要承受不知情人的冷嘲若讽 这领队真是玩的一手好流量啊 这个领队解释啊 我是女性 也是LGBTQ LGBT的一员 争取女性权益 就是在争取自己权益 我没有理由和立场 站在自己性别对立面 我也不会这么做 巴拉巴拉 好吧 你说搞不懂 你争取啥了 然后这个群里吃瓜群众呢 这么说啊 转述了一下 说他们在群里吃瓜 他没有去玩 他是吃瓜 在复盘这个事 看戏啊 我一开始还在复盘这个事 后来呢 有人提到啊 说男领队的必要性 也就是群友啊 开始群情激愤 没几个人啊 关心整个事情的处理了 开始是女权斗法 大家各个的想法 两边的说法呢 其实觉得很好理解 直到一个群友开始急眼了 开始喷人 说什么啊 你爹死了 那之类的 然后呢 竟然有人开始说 谢谢你 祝福啊 祝福大家都死爹 在我真是没看懂啊 不明白啊 说各位激进女权派 真的没有爹吗 就是说你爹死了 谢谢 祝福啊 肯定很多人是什么这种心态啊 好吧 再补充一个小新闻 指派屋男主凯文史派西 咱们叫木下大统领 最近呢 上节目自爆啊 欠债数百万美元 接受采访时呢 失声痛哭啊 虽然还没有破产 但是背负了几百万的律师费 补充过小常识 凯文史派西呢 他其实之前被污蔑 这个在那个 me too运动中啊 被污蔑啊 说他是这个什么 什么有性侵啊 骚扰 性骚扰记录 大哥呢 还辞账说 我是男同行恋 我怎么可能性侵呢 对吧 所以打官司嘛 打了好多年 最后呢 法院判 所有对他的这种性侵指责 全部是诬告 叫2017年吧 me too运动开始 于是美丽指责 他一直拉锯啊 经过长达数年的 数年的拉锯式官司诉讼之后 针对他的所有性指控啊 都被已经 都已经被法庭宣判无罪 他是被人陷害的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已经没有细节了 整个好莱坞呢 都怼了 对不对 就说哎呀 你名声臭了 虽然我知道你被冤枉了 但是 我也不敢用你 对吧 卖房还债 居屋定所 太惨了 太惨了 对吧 我觉得呢 怎么说呢 这个很多女权师啊 还是蛮害人的 包括过去演的一些 这个片子 报告直排物啊 还有金钱世界什么的 把她媳妇全删啊 你好聪拍 我也要全删 所以说嘛 不如来中国带货直播吧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女权运动 可能还没有那么癫狂啊 就是美国好莱坞 不要你了 你演技好啊 对吧 我觉得来中国发展可以啊 也能赚不少钱 反正真的 我表态度啊 就是突然我说话不管事 凯文史白希 真来中国发展 他演的电影 我愿意去看 就是只要是他演 我就愿意去看 好吧 今天的新闻说了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传,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